从古至今 衍生了许多宗教 至于宗教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然而总有一些心处不正的人 利用人们对宗教的信仰 做出一些害人害己的事情 到头来受伤害的还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而那些教徒也会根治受苦 明清时期的白莲教就是这样一个宗教 明朝初期 朱棣为了杀掉白莲教的一个女首领 不惜大开杀戒 竟然超过了父亲的屠杀记录 那时只要是尼姑就会被杀掉 那么朱棣为什么要大开杀戒呢 我们一起来说说这其中的原因吧 刚开始的时候 白莲教还是一心向善 大力的推行佛家学说 要普渡天下苍生 紧接着这个教会慢慢变大 规模大了之后 渐渐的就有人打起了歪主意 想利用这个教会做一些贪污的事 他们拿着教徒的钱财 和政府部门的人搞好关系 勾结一些地痞流氓 成为了危害一方的毒瘤 所以明教皇帝必须将这个宗教除掉 要不然他们肯定会祸害大明的江山 其实也不能一杆子全部打死 白莲教里边还是友好心人的 因为全都是坏人 里面一些人还是心存正义的 唐塞尔就是一个英雄 一个好人 唐塞尔是山东普台县人 零三之七 在朱棣造反的过程中 百姓遭受到各种摇曳瞌 早就是怨言四起了 等到朱棣当了皇帝之后 又要把皇宫向北迁移 老百姓的压力就更大了 皇宫北迁 他们要给提供粮食和钱 修建新的皇宫 他们还要给提供物资 还有维修运河等等 这些事都需要他们去干 老百姓再也不忍了 于是他们就选择了造反 上面我们提到的唐塞尔也在其中 他的父亲和丈夫零三 到政府里要粮食 粮食没给不说 他的丈夫和父亲还被打死了 在失去亲人之后 唐塞尔决定造反 而白连教就是唐塞尔造反的基石 临死之后 据说唐偶得一石甲 内有保健兵书 唐延席后通晓法术兵法 以传白连教为名 集合民众数签 与永乐十八年二月 在异都谢时债鹏起事 在宗教的影响下 不断地有老百姓赶来加入 唐塞尔也被神化了 号称父母 都传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于是 以他为领袖的起义军 正式成立了 在他的带领下 起义军神勇无比 比事后全进了前来围攻的军队 杀了青州都指挥使高峰 把山东境内的明朝军队打得十分狼狈 各地民众纷纷响应 当朱棣听到这个消息后 不敢再低估这个教会的力量 刚开始朱棣没有派兵去攻打 而是派人去谈判 想让他们缴窃投降 但是唐塞尔直接拒绝了 后来朱棣派兵镇压 虽然唐塞尔自学也看过兵书 但是仅仅只是一个半桶水的军事家 实战中根本没有优势 很快 这场起义就被朱棣压下去了 朝廷派出京师京兵 由安远侯总兵柳生宇 都指挥刘中统领前来征讨 明军仗人多势众 包围了唐塞尔山寨 唐塞尔假作投降 趁机夜邪公军 明军大乱 刘中战死 唐塞尔突围而出 唐的重部攻下旅州 吉墨等地包围安邱 之后 唐塞尔部最终被山东朱指挥牵势 魏清击溃消灭 在和政府军队的对 在和政府军队的对抗中 唐塞尔虽然失败了 但是他任那些受苦受累的老百姓 看到了希望 他的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 还是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直到现在 人们为了纪念他的事迹 甚至把村在的名字 都改成了他的名字 山顶上至今还保留着 一些起义军打仗时 曾使用过的器具 那么最终 他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根据记载 唐塞尔并没有死 也没有被抓 而是在打仗的时候 趁乱逃掉了 朱迪在得知 没有抓到唐塞尔时震怒万分 下令将柳胜下狱 将参议 按查时 不证实 以及出现起义各线的官吏 全部处死 之后便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 是要抓住唐塞尔 但是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到底哪里才能找到他呢 这时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唐塞尔的外号不是叫佛母吗 那他说不定就藏在寺庙里的 于是便出现了我们所说的 朱迪要杀光天下的尼姑 但是他始终还是没有找到唐塞尔 他下令搜查全国的寺庙 其结果都一样 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甚至最后连女道士都跟着一起遭殃了 还是没有发现唐塞尔 为了给丈夫和父亲报仇 身为弱女子的唐塞尔 依然拿起手中的武器去反抗 虽然对手很强大 但是他也没有退缩 坚决地冲上去和敌人拼杀 唐塞尔虽然失败了 但还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敬佩的 自唐塞尔起一以来 他的事迹变成了山东兵州 青州一带群众茶余饭后的话题 有的说唐塞尔在牢狱里 被戴上了手铐脚镣 可他轻轻一抖 手铐脚镣便全掉下来 从此他便升到了天上